吉兰丹华旺生又传出了 野象现身民宅破坏农作物的消息 在华旺生一带的原住民 对野象的出现是感到相当的担忧 因为野象除了破坏农作物 影响他们的食物来源 还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昨天发生的最新一起事件当中 村民就拍摄到了野象擅闯村落的画面 而居民就声称 自从野象入侵之后 所有农作物都被破坏 他们的心血被毁于一旦 房屋也损毁 而由于野象经常出没 一些居民不敢回家 他们唯有暂住在亲友家中 而有些则是在山顶搭建简陋的棚屋来居住 此外野象也出现在学校的篱笆外 让学生和老师饱受惊吓 我需要休息一下 让我们立新地固定保留 爭位移民好 麻烦 讨厌 让我一下 感谢观看